广爷的蒜蓉配款真是绝了 广爷昨天晚上在我家吃了两打的蒜蓉生蠔 说蒜蓉做得不够好 有点酸不够香 还说今天教我做人 广爷东西都买回来了 教我怎么做人吗 蒜蓉生蠔 蒜蓉上背 大家都吃力了吧 这道蒜蓉族称一定要试试 把这关的蒜头头尾切掉 把蒜头拍一下 剁成木 剁成这样子了 然后我们给它换一半 换一半用水洗一下 把蒜头的粘液给它洗掉 粉丝用开水给它冲泡一下 给它泡暖 俗话说蒜蓉不配粉丝 等于这菜没去 泡暖以后给它拿起来 给它泡入冷水中 油烧到三成热 把蒜蓉倒进去 慢火炸 用水洗过的蒜蓉炸得不浓于黑 炸到这样就可以了 油倒出来 准备干油分 炸好了蒜蓉 然后炸到往里 这道路刚才没有炸过的蒜蓉 搅拌均匀 蚝油 再搅拌均匀 加入红葱油 白糖 生抽 胡椒粉 搅拌均匀 搅匀后 加入生粉 再给搅匀 沿边把竹葱挖开 把竹葱肉取出来 头和绳子分开 从肚子这里剪一下 把肚子洗掉 把内酱洗干净 洗好的竹葱肉的部分 给它片一下 片薄一点 挺多点一下 给它调好的蒜蓉 给它放在这里 粉丝给它搅拌一下 做点底味 把它抓好味道的粉丝 给它摆在上面 除了肉 也放到蒜蓉 抓好鱼 然后给它摆在上面 蒸锅水烧开 换路 盖上盖子 散机后蒸熟就好了 好了 撒上葱花 葱露热油 计划一下香味 真是焦作人啊 谢谢大家